Hi! My name is Guy Ewan 如果你是一位人像摄影师 你一定会常常遇到这种状况 喔!今天这里肥肥的 可以帮我把它修瘦一点吗? 喔!今天这个皮肤状况不太好 可以帮我把那个痘痘修掉吗? 喔!今天这个妆喔!气色又看起来不太好 可以帮我把它变得更有精神吗? 等等这种状况 但是你一次拍摄2000张照片 你要怎么每一张都精修到他想要的样子 应该是不太可能吧 但是今天有一个全新的软体 就可以让你一秒钟精修2000张照片 准组的照片一秒钟就精修完成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今天要来跟您分享的这个软体就是Aperty 软体的下载的链接在下方有兴趣 你可以自己去玩玩看 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先来创建那个专案 专案创建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增加我们的照片资料夹啦 那我们汇入了5张照片 这5张照片的皮肤状况 看起来都稍微有点不太好 那我们就刚好就可以来用我们的软体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软体 其实是整套的调色软体啦 像是肉档的处理 你要去调整你的色温 你的饱和度 任何的设定 就跟Lightroom一模一样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使用Lightroom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流程需要使用Lightroom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使用我们的Adobe Lightroom 然后做完调整之后 在照片按右键 Edit in Aperty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我们的照片 跟着调整一起输出到我们的Aperty 调整完之后我们再丢回来Lightroom 所以就是其实看你的工作流程 那如果你目前没有订阅任何的Lightroom 之类的软体你其实可以直接使用Aperty 该有的调色的功能 这边都有 那今天我们重头戏不是这个调色界面的部分 我们是来到我们右边这里有一个叫做Retouch 这就是开始变魔术的地方啦 那第一个就是皮肤的部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糟糕了 肤矿直接改善 我们直接放大来看啦 所以这个是After 这是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你看改变了多少了 皮肤直接变100分耶 接着这里有一个Skin Smoothing 让皮肤滑顺起来 这样子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就是一个超级滑 一个像是婴儿宝宝的皮肤一样 Before跟After Before跟After 差好多啊 这个软体最厉害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这些东西 其实都可以直接存成一个预设 我们就可以下次快速的载入 或者是直接复制到其他根本不相关的照片 假设你拍了2000张照片 你想要全部贴上同样的效果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按我们的照片 然后复制我们的设定 然后直接贴上 选选你想要贴上的地方 然后就按贴上设定 我们所有剩下来你要的2000张照片之类的 全部都可以套用我们刚刚的磨皮设定 我们就来放大看一下我们细节部分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我们旁边的这种皮肤痘痘啊 全部都消失了 快速的让我们达到一个完美状态 那像是我们这里有两张 几乎同样时间拍摄的照片 但是角度不太一样 它也会依照我们的人的角度去做侦测 轻松的达到一个一致的效果 你看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目前我们只有玩到脸部皮肤的部分 就是有痘痘啊 有雀斑啊 之类的 可以让你的皮肤有一点瑕疵的部分 可以帮你轻松的处理掉 那接着我们下面还有很多的像是眼睛啊 我们可以让眼睛的瞳孔有一点变化啊 我们的瞳孔可以发光啊 眼白可能黄黄的 可以让眼白变得更白啊 Eye Enhancement 就可以让你的眼睛变得看起来水汪汪啊 所以我们刚刚这里在调整眼睛 如果你只想要看眼睛的效果开启跟关闭 我们可以在右边这里选Quick Preview 我就可以看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我们现在就变水汪汪大眼睛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我们的嘴巴调整 牙齿亮白啊 牙齿变亮啊 我们这样子就都不用刷牙了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下一个我们来看到我们这个化妆的部分 可以只有脸颊 或者是有脸颊跟鼻子都要画 我们直接选脸颊跟鼻子都来画 要画就画好画满 哇 看起来也太害羞了吧 我们可以调整我们腮红的颜色啊 宽度啊 像是我觉得现在宽度好像有点太多了 然后我们的高度好像也有点高 我们可以稍微微调一下腮红的位置 可以来做微调 这个contour就是我们在化妆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会直接画上我们的阴影 就是让我们人的五官变得更加立体的部分 所以你可能拍摄的时候灯光比较平 你看这个contour让我们的这边的脸颊比较暗部 然后跟鼻子这边的立体感增强一些啊 那下一个就是highlight 这其实跟contour有点就是相辅相成 就是我们的阴影加深了 我们亮部也可以提亮 所以像是我们比较亮的像是下巴 鼻尖啊 眼皮啊 这边我们都可以做一点微微的加亮的部分 下面就是eyeliner 就是眼线眼皮上面这边就是 看起来粉红这样子粉红粉红 我们也可以去调整我们眼线的颜色 但目前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调的很浮夸的颜色 像是什么紫色啊 或者是什么酷迅的颜色 就是单纯微微的增加上去而已 eyebrow enhancement就是眉毛的部分 我们就是可能有人眉毛太细啊 或者是几乎没有眉毛了 可以让我们的眉毛增强 看起来更加的深更加的浓郁 接着我们嘴唇部分像这张照片 我们嘴唇已经被这个比较强的光线打到对比比较低 饱和度也比较低了 所以我们可以增加一点饱和度 把我们的亮度降低一点点 因为现在有点太亮了 嘴唇的唇色也可以稍微做一点改变 像是有想要让它更红一点 都可以做微调啦 就不会说我的唇色可能有点落差 或者是怎样打了光 哇唇色被吃掉了 我们这边都可以做单独的增强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makeup the before and after 就是before 你看唇色看起来都白白了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唇色啦 before 这是after 下一个就是body skin 就是脸部以外都叫body skin 可能有什么男啊 脱衣服拍照 所以他的其他的手啊脖子啊这边 都叫做body skin 的部分 我们重点应该是人脸嘛 身体比较多细节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滑顺一点 可能像是这些回血管啊 静脉啊 这些细节减少一些 然后我们的肤色调整 肤色调整 我觉得它比较像是 就是有一些奇怪的阴影 它会帮你消除掉 让它也是变得更滑顺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before after 我们这边像这有一些比较深的对比阴影 这边都会被消除掉 然后袖子这下面的这些小小的阴影 也会被消除掉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retouch 磨皮精修的部分到这里 那下面还有其他的像是reshape 就是可能你真的觉得哇 你的眼觉得有点肥肥的 我想要让它变得更瘦一点点 你都可以来做微调 before after 下一个是眼睛 眼睛的形状大小啊 像是眼睛想要变得更大 也有像眼睛想要变得更大 眉毛的弯曲角度啊 眉毛的位置啊 高低啊 还有眉毛的眉距 两个眉毛的距离 这边都可以做微调 before after 看起来有够欢乐的 鼻子鼻梁的形状你想要比较宽比较细 鼻子鼻尖的形状想要比较像是阴沟鼻 或者是比较上去一点像是猪鼻一样 鼻梁的角度有可能你的侧脸 可能鼻梁的角度你想要做调整 我们这里的xy也可以做鼻梁的整个鼻子的调整 看起来就好像在整形一样 下一个就是嘴巴的部分 你的嘴巴的位置 你想要移上移下我们嘴唇的上唇的厚度 跟下唇的厚度 我们也都可以来做微调 最后就是身体整个身体的部分 就是我想要身体变瘦一点 然后腰的曲线可以有更有腰线一点 那我们刚刚做的这些调整 全部都可以直接存成我们的预设 所以我们刚刚设定了这么多 十几种大项目 然后每一个项目里面有这么多详细的设定 这全部你可以直接存成一个预设档 下次做实用 所以如果我们要套用到相似的照片上面 我们就可以直接套用我们刚刚建立的预设 我们就可以直接让我们这些设定 全部复制贴上 让电脑自己去辨别说我们的人脸 我们的手臂 身体到底在哪里 让我们有一致的调整风格 我们就不用一张一张的去做重复步骤的调整 贴上效果 身体变瘦 脸也有腮红 然后这些做调整 我们看before跟after 就是before after before 我们最后这里还有一张 这个皮肤状况也不是很好 我们也直接套用我们刚刚的预设设定 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好我们套用了 看起来眼睛有点太大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before跟after before跟after 就每一个照片都要做微调 像我们这一张照片 原本就眼睛已经张得比较大了 所以再更大 就会看起来有点可怕 但是我们的皮肤状态 直接是帮我们解决了所有的痘痘的部分 你看这before after before跟after 我们皮肤状态也直接划顺了很多 套用了预设之后 我们就微调我们的细节就可以了 像是我们眼睛缩小一点 不要这么大 像这样子我们的眼睛就缩小一点 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 然后像是有什么脸型 这些有的没有的 你都可以再做另外的微调 所以就是一个快速套用预设 再做细微微调 让你的工作效率更加流畅快速 像这样子测连的部分 我们的软体也可以快速的去帮你做辨别 你看这个 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快速让我们的人达到你想要的状态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展示 让我们的设定浮夸一点 这个看起来也很浮夸 我们可以把我们整体的效果降低一点 可能20%之类的 看看效果怎么样 所以你其实只要把你的设定设好 你下次只要套用 你可以先设强一点的强度 那你如果觉得刚刚太浮夸 你可以再把我们的预设设定降低一点点 就让我们的所有设定强度在低一点 我们这样就可以用快速的一个拉杆 调整所有的设定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20%的套用效果 然后看before after before after 你看整体 我们的眼皮啊 高光啊 然后人的立体感 全部都增强了许多 那这个appity的功能其实还蛮完整的 像是有印章工具 然后后面这里有东西我想要把它消除掉 印章工具可以消除 加深加量 也会像Photoshop的海绵工具这个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 像是摄影棚灯光 摄影棚灯光换位置的部分 然后有背景虚化的功能 然后LUT跟我们一些暗角 底片颗粒等等的功能 算是非常齐全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需要Lightroom 一直付订阅费用的话 你可以就直接购买一个软体像这样子 整套的 我们的基本调色更多的详细功能 人的磨皮设定全部都包含在这个软体里面 软体的下载链接会放在下方 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下载玩玩看 今天这个Appity软体真的算是蛮厉害 它可以快速让我们的人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 但是还是有一些小小细节需要注意 像是我们的胎记啊 质啊这种小小个人特色的部分 也会被Appity一并的消除掉 所以我们摄影师还是需要做最后完稿的动作 把这些小小细节个人特色加回来 我们已经把我们90%的工作交给Appity 10%我们再做最后完稿就可以啦